50歲陳偉暈倒街頭引人為觀 網民力讚專業又沒有價值 近日有網民在社交平台群組 貼出幾張陳偉暈倒在街頭的照片 嚇到不少網民 現年50歲的陳偉近年備受器重 劇集一劇接一劇 和醫生老公陳國強的婚姻生活 也幸福快樂 可說是愛情事業兩得意 陳偉工作向來搏命 而近日網上流傳出他疑似暈倒在街頭的照片 引來網民熱議 有網民在社交平台群組貼出幾張陳偉的照片 見到他堵餓在地上 而且面無血色又目光呆滯 旁邊還有大批圖人圍觀 嚇到不少網民 但這名網民就留言問 我想問這位是否陳偉 剛才拍戲很多人圍著 但我又不是很肯定 大家幫幫眼吧 這貼文一出後 引起很多網民熱議 有人留言大讚陳偉專業 又沒有價值 他說認真 他很專業 人都很好沒有價值 利生有跟他拍戲 偉哥在拍新劇 做奸角 利生見過他ante 超nice 更有人說 現在陳偉漂亮過ATV的時候 但同時也有人批評拍照的網民阻著拍攝 是他 但有隻手遮住你 即是說你要拍也不要那麼張揚那麼近距離 很多劇組都很討厭這些行為 站到這麼近都認不到 其實有沒有需要識呢? by the way 你阻著人家開工 站開一點吧 李文49歲銘獸 二者李斯林寄予歌迷 無望Coco 我們不在就要靠你們了 好嗎? 李文86歲的媽媽和兩位姐姐 都特意飛到武漢出席李文的紀念生日會 李媽媽同時也宣佈 成立李文全球歌迷會官方資訊平台 李文Coco在去年7月離世 中年48歲 李文在離世之後 家人為了完成他的心願 將他和爸爸的骨灰 一起安葬在武漢石門峰紀念公園 並且在園內設立紀念展 1月17日是李文離世之後第一個生日 他86歲的媽媽和兩位姐姐 也特意飛到武漢出席李文的紀念生日會 而多次被公開批評 李文生前的丈夫Bruce未見蹤影 現場見到各地的歌迷齊集在武漢 出席李文的紀念生日會 獻上他最喜歡的紫色花束 現場一片花海 活動儀式原本由李媽媽主持 但因為太悲痛 當場哭得很厲害 所以改由兩個姐姐去到代表 而歌迷也為了多謝李媽媽 為這個世界和舞台帶來這麼善良的天使 和獨一無二的巨星 安排了才藝表演環節 重現李文的歌和舞蹈 又主動去逗李媽媽開心 真正延續李文愛家人愛歌迷的精神 而姐姐李思琳也即場獻唱恩尼的歌曲奮鬥 以歌去到素心性 同時鼓勵一眾思念李文的歌迷 李思琳多謝歌迷來到 並且代表家人表示 2023年對於我們全家 對於全世界所有愛李文的歌迷朋友來說 都是艱難的一年 2024年1月17日 這是Coco離開我們的第一個生日 世界各地的歌迷來到這裡為他祝福 我們全家都覺得無比的感恩和感謝 我們希望大家記住Coco留下來的愛 帶著他的愛和正能量努力地生活下去 李思琳又自然自己和家人年紀都已經不小了 所以希望未來可以由歌迷和歌迷的小朋友 將李文的故事說下去 並且耿煙地說 我都知道你們不會忘記每一件這麼重要的日子 每一年都來 我們不在就要靠你們了 好嗎 在活動上李媽媽也宣布 成立了李文全球歌迷會官方資訊平台 將會用於統一發布未來各類紀念活動的資訊 另外後輩歌手曾比特 雖然未有出席紀念活動 但都特意送上鮮花和手寫信 並且在社交平台發文為李文慶生 留言說生日快樂 希望你一直都開心 梁樂妍細紅氏姐妹有愛互動 兩歲大女Surface 睡地喝奶腳踩家姐好色彈 梁樂妍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Surface的飲奶相 見到她拿著奶瓶睡在地毯上 腳仔擺在姐姐Molly身上 相當色彈 洪永成和梁樂妍在2021年結婚 女女洪正男Amber在童年年尾出生 因為女女和洪永成似足餅仁 更被工人姐姐笑她做Surface 而梁樂妍在去年老公生日當日 宣布懷有第二胎 將會在今年4月認來Surface 2.0 雄氏夫妻早前舉行了Gender Review Party 公佈第二胎性別是女兒 雖然Surface將會榮升為姐姐 但其實她只有兩歲大 也有一個姐姐Molly 兩姐妹的互動非常可愛 梁樂妍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Surface的飲奶相 見到她拿著奶瓶睡在地毯上 坐在一個巨型的圓形模型仔 並且將腳放在Molly身上 相當適探 而且Surface完全沒有修煉 身體不斷去換姿勢 更突出個肚腩仔 但雙腳也沒有離開過Molly 雖然Molly眼神非常無奈 但也乖乖趴著她 任妹妹去到欺負她 兩姐妹互動好友愛 馬國明、湯樂文回香港寶擺酒 靚湯一字箔婚紗素向見 馬國明和湯樂文在尖沙咀酒店補擺喜酒 馬國明和湯樂文上個月 在泰國蘇梅島舉行浪漫婚禮 近日兩個人被揭回香港後 在尖沙咀酒店補擺喜酒 有網民在網上曬出當日美照和喜帖分享 馬太靚湯湯樂文在日前在IG分享擺酒的靚相 從靚相中可以見到湯樂文穿著一字箔婚紗 大蘇相見 而馬國明輕輕抱著老婆的腰 非常甜蜜溫馨 同時湯樂文也分享了很多張在牆內佈置的相 當中大量鮮花佈置、牆內的氣氛浪漫 並且又代表著兩個人的定情獨角獸公仔為主題的蛋糕 湯樂文留言表示 與親友過了一個很愉快的慶祝派對 並且感謝所有幫忙他的人 無線小花郭柏妍、懶理緋聞對象丁子朗 被踢爆疑情別戀翻版木村 郭柏妍早前已成為院友 經常會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他的歌 2020年港姐貴君郭柏妍 上年憑著《下流上車族》 在萬千聲輝頒獎典禮2022 獲得飛躍進步女藝園 今年再憑破毒強人獲得最佳女配角提名 與丁子朗一位拍劇《下流上車族》而傳出緋聞 不過早前被人踢爆疑情別戀 心儀對象是歌手洪家浩 原來郭柏妍早已成為洪家浩的粉絲 經常會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他的歌 去年9月去台灣的時候 更加不忘去到CD店搶購專輯 作為院友的她 近日亦在社交平台上寫上對方新歌《黑玻璃》的歌詞 《樂日飛遲聽歌汗海》 獲得偶像親自留言多謝 引來不少網民激動撮合 說有互動他們倆可以試試 回 Prot prime 開端軟出聲